各位姊妹,今天的四兄金句是 主從永遠到永遠,你作了我們的靠山 聖詠九十篇一節 當我看到今天的四兄金句的時候 真的不能夠不讚嘆佩服天主的上至奧妙的安排 好像偶然巧合那樣 但我相信在天主之中,沒有什麼是巧合的 今天6月4日,非常合適這句聖經金句 從永遠到永遠,說出天主超越時間之外 但又掌管歷史 你做了我們的靠山,真正的靠山 不是世界上任何什麼威權、勢力 而是天主自己 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夠全心信靠祂呢? 今天我覺得值得我們在分享之前 我們靜一會兒,靜一會兒 為所有的亡者來祈禱 好,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篇一篇的祈禱文 創造萬物的上主 你是全能永生的唯一真神 在我們的悲痛哀傷當中 我們舉目仰望你 我們全心轉向你 35年了 但為我們一切都仍然歷歷在目 未敢亡懷 我們門心反攻 仍然悲痛 依舊哀傷 為小小的同胞悲痛 為未曾遇合的傷口哀傷 上主,求你垂念 上主,求你醫治 公義慈悲的天主 在我們的彷徨不安當中 我們伸手向你祈禱 我們奔赴你的台前 六月初夏的嬌陽 帶來的竟然是傷雨寒風 流出的眼淚仍未擦乾 屈結的心靈至今未平 我們為賭下的生命躺淚 為未解的困局憂心 上主,求你收納亡者 上主,求你安慰生者 掌管歷史的君王 在我們與苦難者同行 死任休谷的時候 在我們的勞苦和負重擔當中 我們來到你的根前 懷著信心,交託信賴 願我們今天揹起你的鞋 向你學習 也願你揹起我們的鞋 好讓我們在你的良善深謙之中 得見永恆的盼望 以外前行 彼此扶持 化解悲情 得享你的平安 上主,求你引領 上主,求你同行 今天的聖經金句是 主,從永遠到永遠 你作了我們的靠山 聖詠 九十篇一節